大家好,我是护票胖子 今天收到一个粉丝的一个私信 讲的是我们长州的一个中介 就是说诈骗了应该有60多个 就是说房东 大概有接近8000万的一个涉案的一个纠纷的一个金额 就是我们跟当中的一个粉丝好像也被骗了 然后给我发了一个私信 他的内容是这个样子的 受害的房东说这个事情经过 我把房子挂在网上 主要是58同城这些APP出售 一个农创的一个徐姓的中介人员联系我 说有买家 于是我们就在农创中介公司总部面谈 他告诉我说是他们是中介收房子的 我就没有同意 也没有签合同就回去了 过了几天之后 农创房产中介公司徐姓的员工天天给他打电话 说你把房子卖给谁不都是卖 我们中介的话也是全款买的 有什么不好的呢 他当时也是急用钱 所以最后呢就同意了 于是呢 8月27号的时候签了合同 给了5万块钱 其中1万块钱呢 还是托管费 继续放在中介 然后约定了9月3号去还贷款 买方呢就付了25万 然后呢 他就把自己房子的贷款全部还清了 当天下午去房管局不动产中心 办理反抵押 关键点呢就在这个地方 他说 为什么要反抵押呢 当时签合同时候谈的 然后那个乙方就说呢 中介就说 我们收房子的 买你的房子不过户 我找到买家之后 再让你配合我们办理过户手续 我们就赚一个差价 现在呢我们已经帮你把首付款还掉了 你的房子已经是全款房了 为了防止你把房子卖给第三方呢 我们要去房管局中心办理一个抵押 再三十名这个抵押呢 就是个空抵 他是不会带钱出来的 当时中介呢 就信誓呆呆这样去跟房东讲的 然后房东想想呢 也蛮有道理的 就同意了 结果呢 就去房产局办理了这个抵押的半路上 中介人呀说 要带客户就提前走了 让我跟买方去房产中心办理那个抵押 在抵押协议签字的时候 房东也没有看内容 他说是这个合同格式不会有问题的 签个字就行了 当时房东就相信了 没看内容就签字了 然后回去等他们付尾款 10月30号的时候是付尾款的最后一天了 然后他们说没有钱要解约 房东呢 想想 对吧 前几天好像也听见人家说 他们这个中介出现资金问题了 于是房东就同意要和平解约 然后就在11月3号的时候 去房产局办理房产证解压的时候 结果到了时候 他们就说 中介就讲老板出国旅游去了 要11月13号才能回来 房东也没办法 只能等了呀 到了11月13号的时候 周五他们老板来了 老板说资金没有回笼 希望推迟到11月16号 然后赔你四天的违约金 那房东也没办法了 这个时候都在别人手里捏着 对吧 只能同意了呀 结果到了16号 周一 那个老板就不露面了 打电话也没有人接了 然后后来中介能源打电话过来说要延长一周 那房东肯定不乐意来 你之前电话都不接 对吧 然后龙创房产中介能源 就是也不跟房东讲 就说到底把房子卖给谁 然后在房东的强烈要求下 才把买方的地址给了那个房东 然后房东请假去那地方一看 我靠 又是另外一个房产中介 而且那边已经有几十个房东在那里维权了 通过这件事情了解 才知道那些人基本上都跟房东是一样的 类似的 于是房东们组了一个微信维权群 目前这个群里面有六十几个人了 在他们的帮助下 房东到房产局打印了这个抵押贷款的协议 看看有没有抵押贷款 然后他查了一下 最后打印出来的协议上面就是中介和房东一起贷了75万 然后房东就傻眼了 他们龙创房产的一个中介 也成为了共同借款人 那个共同借款人呢 就是和他和房东一起承担这个75万的费用的 再把那个抵押的钱打到那个 就是说中介的那个 就是共同借款人的卡里面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去办理这个解压的原因 因为他们也没有钱办理这个解压了 接下来就是房东们去维权了 那你想这个 莫名其妙整出来了一个共同借款人 又带了75万的款项 对吧 都是中介的员工 对吧 然后发现各个部门都在推诿 派出所的想法的话 就是希望把这个案子弄成是 就是说民事纠纷吧 觉得他们不是那个诈骗罪 因为这个的话更接近民事纠纷一点 然后我们就去执行律师嘛 律师的想法就是说 这个一定要把它弄成就是说 就是说诈骗罪 如果弄成诈骗罪就是刑事犯罪 那么就是之前的所有的合同都是无效的合同 就是从法律预伤就不存在 就是说这个合同的就是履行的效率 那么就说后面的抵押贷款的那个钱就不用再去还了 律师的讲法是这个样子的啊 我想大家来看看评评里 你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具体是怎么样的 是属于一个属于纠纷 还是属于是诈骗犯罪啊 我们感觉就是说 首先这个过程当中 呃 房东肯定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 对吧 因为你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对吧 首先这个里面很多地方是相当不规范的 对吧 实际上中介一开始也讲了这个事情的过程 他房东也是知道的 知道之后就其实就已经知道有一点点问题了 但是呢 就说报纸就说你已经帮我付了手负款啊什么的 他们总会觉得就说 呃 后面的话肯定 风险是有但是急用钱吧 也没办法对吧 结果就是事情就发展到这一步 实际上呢 风险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吧 因为呃 损失的话就是75万块钱吧 然后的话75万 但是已经付了25万 然后公中介的那个能源的话是共同借款的 那么共同借款的话应该也要承担35万啊 那如果就是说呃 那一个人愿意去承担这个借款费用的话 那么就一人一半的话 那估计最多也就是损失10万块钱啊 那当然这个肯定是费难横祸了 最好还是能往诈骗的方向者 但是如果是纠纷的话 很有可能是会往这个方向者 还存在一个风陌风险的 就是对方死也不还钱 那么可能这个75万的话就都会变成房东的一个债务 那么房东的话可能就要承担差不多就是这个75万的费用 那他一共就收了25万嘛 啊 25万再加前面一个5万块钱的话 也就30万 那他应该还有45万的亏共 因为对方不还款的话 反正抵押的是你的房子嘛 你也没有办法嘛 那万一他没钱 你就打赢官司 你也只能让他去拘留一下 或者做几天牢 这就是存在的一个风险了吧 但是这里面最最有趣的是 就是说那个大的中介公司 好像在这个里面看上来 就反而好像撇清关系撇清的比较厉害 就是感觉这是这些坏人做事情的时候 他想的很多的东西还是就是说特别的有套路 在法律上面也好像就是说特别会玩差别球 因为现在你去警察局那边处理的时候 你会发现实际上舆论上对你还挺不利的 因为警方的想法也是往纠纷的方向去处理 他并不想往诈骗犯诈骗犯罪的这个方向去处理 因为可能变成诈骗犯罪的话 当中的那个抵押败款的话 毕竟可能是银行的 对吧 那可能这个损失就要由银行来承担了 就对地方的风险的话就有相对比较大 那现在的话 他可能还是希望把这个风险的话 更多的是转嫁到就说个人的身上去 或者说企业的身上 对吧 让你们自己去进行这个评判的标准 但是这边的75万 他这个合同还是得生效 还是得继续还款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如果能有更好的意见的话 欢迎留言评论 我是护票胖子 拜拜